各位马迷老友好,欢迎又来到Layman的频道 今天是跑星期日的赛事,有空和大家吃点马场花生 说到马匹用药方面,马会有很大的限制 刚刚有一宗很爆料的消息 姚本辉马房有一只马去摆楼的时候,保安摆楼,即是验尿 被人验到有些药物,究竟是什么药物呢? 这文件会跟大家详细分析 另外说到最近好像招收见习骑士 之前马会找江碧慧来做过访问 吸引人去加入见习骑士的行列 现在马会有下集,不知道是第二集还是下集 找到我们家琪BB,说说她重骑的经历 见习骑士不招人的时候,好像没什么说这些 不知道截了纸 应该还没挂 如果有截了纸,这一文暴风据影 这次家琪BB又跟大家说说她的重骑生涯 大家都知道,吕建威又吻到这个家琪BB,又吻到孔 因为家琪BB重骑了6年 曾经试过在两个马季这么短的时间 交到58场投马 不要说是男的骑士 更加是女骑士里面累积投马最多的女骑士 从香港来说,已经是一个纪录了 雷文记得到马很久之前 曾经都有很多骑士 我记得好像有钟丽芳、江碧慧 以及余泳诗 更加是拍过电视 应该是这几个,如果没有记错 现在家琪BB被人捉上去,拼一拼麦 其实香港女骑士从期以来只不过只有5位女骑士 现在不知道是不是有任务在身 家琪BB接受了传媒朋友的拼麦 说回她做骑士的一点一滴 究竟家琪BB为什么对马这么有兴趣呢 她说其实她去旅行的时候已经骑过马 然后回到中学毕业 看到马会说招攻 不知道是不是佳招 她看到马上报名 做建杂骑士 曾经在两个短短马季 拿五十多场的头马 家琪BB因为有伤患的问题 要提早挂虚 转积就做这个马犯 那些人经常和大家说鬼股 那些什么很好学习 方仔那只什么资本家 行云流水 这些都是家琪BB引入来的 总之你买那几只马的时候 不妨拖回那些女建威 方家拍一些马 有时都有不错的收获 听惯你问鬼股那些 麻烦你 有中过的给过一字 没中过给过二字 想详细解释的 问一下 家琪BB 按0字 当时她成为香港有史以来第五个建杂骑士 究竟她是怎样看香港女生做建杂骑士和做骑士的心路历程 她说香港跑马不论马匹的质素 和骑士的质素 都是相当之高的 是的 竞争 影真就是激烈的 那些银子狠狠地扔下来的 竞争不激烈可以吗? 当然是激烈 因为当时那一期 她是唯一一个女骑士 所以她觉得 跟男士去竞争 是相当之难的 她说再加上 女性的身体结构 跟男性是不同的 是吗? 女性身体结构 跟男性不同的吗? Layman真是未见过 不知道的 只是见男性身体结构 原来是不同的吗? Layman真是没有见识了 所以她说 以女性身体的结构 成为一个女性的骑士 她每天所付出的努力 亦比其他人多 她说最后 她能够 凭她自己 在两季拿到58场 头马的成绩 证明到自己是OK的 其实58场头马 有一天 家琪BB 就在58场头马里面 一天就弄了4场头马 对了 4剂啊 在16年4月10日 家琪BB 赢了一只好有心 跟着弄了一只自尊飞升 再就多一只快宝区 喂喂喂 帮我添多一碗闪电王 一天4场头马 这4场头马 就令家琪BB 成为香港赛马史上 单日拿4V的女骑士 现在肯定是前无古人的啦 后无 后有没有来者 真是不知道了 家琪BB就说 当天真是相当难忘的 当然是难忘啦 户口那本银行宝 突然间重了几盎士 为什么呀 多了很多个零 是不是呀 1个零1盎士 你都多了 不知多少个零 所以 那天那些户口里面 突然间多了这么多钱 真的很难忘 和很特别的一天 再加上观众也都为 蔣家琪BB 欢呼啦 吕建威也都 吕到焦了啦 家琪BB那本传节多了钱的 难道吕建威那本传节会轻了吗 至于 蔣家琪在打咪的尾声 也要多谢建杂骑士学校的校长 陈小姐 之前好像是打羽木球的 不记得打羽木球还是打什么球 还要多谢吕建威啦 帮我买多些码啦 师傅说我印入一些码很好学习 买得一只码 人家沈习成都买行云流水啦 方仔都买资本家啦 可不可以买多几只 他说 还有呢 也都多谢 支持他的练码师 和支持他的码主 令到他现在 更加成为一个出色的码反 按照雷文说的 原来女性的身体结构 原来是跟男性不同的 雷文今天又上了一课啦 是不是呀 雷文呢 真是什么都没见过的嘛 很纯情的 纯情小生 对啦 马祥就没有纯情小生的 不过雷文就是一位纯情小生啦 其实呢 我觉得 李嘉琪 在阵上 都是一个挺有拼搏精神的骑士啦 但是受到伤患呢 就转了做麻烦的 安居平五路啦 对不对 见到好东西就买进来啦 然后呢 低价买入 就高价买出啦 当然呢 就是好过呢 做骑士啦 再加上 那些码可以不可以 都可以投注的嘛 那天 有一只码赢了出来 那嘉琪就说 买了不知多少钱 WINPAY的啦 至于说到另一番花生呢 就说到姚本辉马房呢 那只叫翡翠劫苑呢 那天跑了进来跑了一条Q啦 但是跑完之后呢 以马会的规例呢 总之跑冠军 亚军的马呢 都要提供 你们的尿液样本的 江湖人士呢 就叫做摆柳的 为什么会叫摆柳呢 因为呢 就好像那些随风摆柳 一吹下来都很肥肥的 亚军马姚本辉的马房呢 翡翠劫苑呢 在2021年10月27日呢 就被人捉了去 驗尿啦 今天瘦身董事小组 化验所的主管 首席的化验师 何博士就通知了 瘦身董事小组啊 就说呢 姚本辉马房那只 翡翠劫苑呢 赛后的那个尿液样本呢 就经过他们那帮 化验的同事呢 证实含有 雷文要等等 是的 叫做 奥美拉座 是的 奥美拉座 那雷文 当然是立刻上去 这个 维基百科那里 维一维科一科 其实 奥美拉座 又并不跟 韦哥 或者那些 轻粉剂 那些什么 类固醇 那些东西来的 奥美拉座 其实 不知道是用在人那里 还是用在马那里 应该维基百科 是说用在人那里的 如果用在马那里的 维基百科 应该是会写为马匹版的 就是给马看的 现在应该是给人看的 所以你和我都可以看的 他就说 这个就是治疗胃 食道易流 胃酸道流挂 十二指肠溃扬 以及胃 臂素瘤的口服 药马 即是棘手 刚刚好似伟达马房 有一只马 就说是 口溃扬 现在 姚本辉 就用这个 奥美拉座 就是用在马那里 是医胃溃扬的 更加 医这个 上消化度 出血的 高危人群 预防性治疗 对了 给人看的 这文明不错了 这个药物 并不是 一些 属于氢粉剂的药物 至于马会的条例 那方面 用药方面 影针严格 其实 何言马房 在2008年 有一只叫做天宅 不知道是不是有 叫同主马 叫麦径 总之那只马 叫天宅 赢了之后 尿液 样本 也有这个 澳美拉座 结果是怎样的 结果 投马之隔 冒了 何言被罚多七皮野 那本来的奖金吞了六个肚子 麻烦先吞出来 跟着呢 跟着呢 在荷包那里打开它 再拿多七皮野 七皮半 七皮半的 现在的七皮半 跟2008年的七皮半 有不同的 是不是呀 当时的七皮半 你放在天秤那里 现在的七皮半 你放在另一边的天秤呢 当时的七皮半 那边的天秤 应该是聚了下来 一些重手一点的 那究竟姚本辉 这一单 奥美拉座 用了在翡翠劇院 打算去 衣围溃扬的情况之下 那究竟 亚军的奖金 又会有什么结果呢 而姚本辉 需不需要 打开个荷包出来 又被人 掩盘一些钱呢 那这文稍后 再同大家 再续啦 再次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